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阿欽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指评的指评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年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肖 如果我们用心肖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观 正偏财,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呢 只有那区区的学者认成,对吗? 华虽如此啊,新年用心肖来预测 来年的运程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习惯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啊,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好吗? 属机的朋友有1945,1957,1969,1981,1983和2005年啊 以立券过后为准啊 属机的朋友在2015年的运程只是一般 反反反复复 部分属机的朋友在2014年的11月和12月份的运程 早已经急出下话 在2015年啊,要咬紧牙筋 心情啊,闷闷不落 以前人远忘,运势好 一有困难,就要贵人出来马上就出手了 但是在2015年啊,贵人突然不见了 而且在2015年的困难总是不容易解决的 最好是一字不易动 属机的朋友在2015年啊,一颗级心也没有 对工心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因此啊,在2015年啊,只能用平常心 要保持心情平静开朗 希望可以平静过这一年啊 此时可以平静过2015年啊,已经实际福气 凡此目强求,自来之,则安之 2015年呢,有不少雄生乐工 有取遇,披头,沙门,地山和灾节 取遇是一些灾难 亏令你做事,疏手疏脚的 困难重重 要是解决了一个,第二个要来了 通常都是在工作方面和金钱上的 总之,住室不顺 另外,披头和沙门都主家人健康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留意家中的亲民 有病的就要尽快医治 无病的最好也是做一个身体检查 地山和灾杀 也显示有一些突然之来的麻烦和危险 因此,所知的朋友在2015年呢 一定要步步危险 凡事小心 除了健康方面的问题 地山和灾杀 也会同时举金钱上的灾害 所知的朋友在2015年呢 要有失散准备 会有很多突然起来的灾害 需要发到很多钱呢 会出现路不夫资的局面 而且在人事上不容易找到贵人帮助 尤其是1981年出生的人呢 1957年出生的要小心肺可惨 我本人极力建议 书记的朋友 在2015年啊 多一点去教堂 跟押书讨告 国家多做上司 吃素 如果你有能力的 不妨拍一点米啊 便当 给有需要的人 人在做听在看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的 因为上天有好心值得的 要特别留意 浓烈的 2 5 6 9 和12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 吹竭 避凶法 风水不绝 长情可以浏览 我的官网 和土豆网 最后祝大家 雅民好运 欣赏四成 身体健康 柴云稳稳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站lympics 订阅